观众要找什么样的儿媳妇 你看 有才华 要跟我组得好 7号 我比较喜欢 男嘉宾 你脸上有点东西 啥 啥 有点帅气 出轨和家暴是一样的 只有零次和一万次 特别的没有安全感 我在经济这份事情之后 我自己反省了很多 是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我觉得这是渣男行为 你为什么要我这嘴笑一下 欢迎进入由拼多多 独家冠名的《非诚勿扰》 上拼多多点击白衣补贴 正品大牌击穿底价 欢迎收看江苏卫视 拼多多《非诚勿扰》 有请主持人孟非 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你们 欢迎来到现场 欢迎江振宇老师 黄岚老师 大家好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 都将获得由港容震荡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 港容震荡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震荡糕好吃不上火 本场观察局女嘉宾将获得由 广玉岩订坤丹提供的礼贺义份 传承300年调经书语好容颜 广玉岩订坤丹 有请第1号男嘉宾 有请第1号男嘉宾 你好 你好 这姑娘酒量很大 酒量很大 我东华心中怎么办 没关系啊 有人这么干 我不能说 你叫你孟爷爷吗 有人这么叫 我该叫您什么 老孟 老孟 好 好像跟我打个招呼的 我都把他放到心碎去 没啥招呼的呢 我就把他放到心碎去了 他打招呼咧 人家还没走到头 万一走到这儿 打招呼怎么办 他的衣服款式 我感觉对 不错 你看他拿着打招呼 好像有点质朴 他刚好 挺好的 准备进入观察局 男嘉宾 待会儿来说您carry大吴 我就是做服务工作的 大哥在待我 感谢传承300年 调情苏语好容颜的 广义远订存单 为观察局女嘉宾 提供软轻礼礼 3号 男嘉宾每一次都是 站到很前面的时候 就选到红区或者蓝区 我感觉可能男嘉宾比较自信 还有可能选择比较确定的那种 是这样子 第一个原因是 我的确比较自信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发现他会跟我打招呼的话 我就选心动了 本来呢 他要自己不说这个选择的标准 我估计你们谁都猜不出来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凡是出来跟我招手打招呼的 我都选到心动区 没有跟我打招呼的 我把他放到心碎区 让他心碎 19号 男嘉宾 我是第一次还没走到中间 就被你那么快确定为蓝区 我想问一下是因为什么原因 没打招呼啊 那我打招呼 我可以到中间再打 我一般的习惯是 他就在选完你之后 我就问了跟你刚才一模一样的话 我说那万一这个姑娘 再往前走两步打招呼呢 怎么办 打迟了 刚才说有两个原因嘛 一个是选择比较自信 一个是打招呼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的确您今天穿得比较有特点 但是我可能没有到那个审美点上 他觉得你穿的衣服 看上去有点热 好 看第一条片子 大家看电视剧就会觉得 律师等于严肃 等于不近人行 等于高大上 但是我觉得他们对我有误解 别人在social 结交朋友 找女朋友的时候 我们在背书 别人在运动健身 找女朋友的时候 我们在背书 别人在发展兴趣爱好 找女朋友的时候 我们在背书 奉劝各位 头发少还是不要读我们这个专业了 我是朱俊豪 是一名律师 自发考试和律师资格证 我都是一次性通过 可能我比较擅长考试吧 别人对我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是我的头发 有人说我像 疯狂动物城里的绵羊市长 就是有自然卷 但是没有我卷的这么夸张的 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的话 大家都会注意到我 觉得你奇怪 觉得你像个异类 这反而增强了我的自我意识 我觉得我就是我 我就是最好看的 如果有的人感觉有点敌意的话 我就说 我头发是卷的 是因为我脚底板有一颗痣 然后他们会问 脚底板有颗痣 和你头发卷有什么关系 我头发卷和你有什么关系 怼天怼地怼空气 我非常迷之自信 我每天出门都会照镜子 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三句话 你值得被爱 你很帅 你会变得富有 我觉得把被爱的需求 寄托在别人身上 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自己要好好爱自己 我爸妈 他们一直觉得我长得也还好 读书也好 职业也还好 而且平时又骚里骚气的 挺招女孩子喜欢 所以他们从来不会认为 说我是找不到女朋友那种人 我这次参加节目 都不敢让他们知道 我怕他们心态会崩 你觉得德云社的 于谦老师为什么烫头 不是 不是很了解德云社 不好意思 好冷啊 24号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柳小宇 来自广东广州 然后身高1米77 我唯一的兴趣爱好就是追星 我喜欢个子比我高 然后很温柔的男孩子 我特别能赞同男嘉宾 因为我妈妈也是认为 我不缺对象 可是我其实情感经验特别少 所以今天来了这里 你是不是把你有限的精力 都投入到追星的伟大事业当中去了 追星既是我的爱好 也是我的事业吧 因为我学这种传媒类的工作 我猜是不是您比较高啊 1米77 你就说了 我见过的男生比1米77高的 其实并不是很多 没事 有跟你个子适合的 23号 哈喽 大家好 我叫陈海鸥 然后今年是22岁 来自成都 然后想要找一个成熟稳重 个子高高的男生 然后可以呵护我 爱护我 最好是把我捧在天上那种 你个子多高了 来这儿 我身高也是1米74 1米74 你能捧得动吗 我 我就比他高一点 我怕是捧不起来 22号 大家好 我叫杨一军 来自贵州 今年22岁 在北京工作 然后我的身高有1米7 因为我之前最胖的时候 有220斤 所以我现在特别需要一个 可以爱护我 疼护我的男朋友 以前我也是个小胖子 所以我知道这个减肥过程 应该是蛮辛苦的 我很敬佩你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许可以爱护一下 可以 如果有机会可以爱护一下 我没有听过这么跟人客气的 就像你会爱我吗 如果我方便我空的时候 可以会爱一下的 来 选第一个中选群女生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爱心 助农地图上为中选群女生 挑选爱心展品 我可以断定这个男嘉宾 你以前是没怎么看过 我们节目的 否则他不可能把那个去叫 心碎去 长得萌萌哒一个男嘉宾 我们来看他选的 第一个女生是谁 王亦轩 有请男嘉宾 有请男嘉宾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大家好 我叫朱俊豪 23岁 工作地在上海 朱俊豪 欢迎你 你说一说人们对律师这个行业 还存在着哪些误解 容易存在误解就是你什么法律都懂 但是其实是分专业的 律师分得很细 离婚官司 售外的经济案件 刑事案件什么 你是哪一类的 我做民事多一点 我认为那个 民事和刑事交叉的地方是有一个 民事上有离婚 刑事上有重婚 重婚罪 我发现这个是个重合地方 其他的话可能还等待我去发现 男嘉宾 都说聪明的脑袋长卷毛 所以你是学霸一枚 然后我脸上也有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有一个大大的酒窝 就是遗传我的妈妈 但有一个不好的一点 就是小时候爱批评的时候 我就抿了一抿嘴 然后老师说 你别笑 老师以为我在笑 所以说这个既给我带来一种 亲近感又给我带来一种困扰 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太差 谢谢 我曾经几年前在一个节目当中 一个女孩一直在笑 讨论什么话题都在笑 讲到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全场都在哭 她还在笑 我说姑娘 这有什么好笑的 你一直在笑 她说 我不是在笑 我做了一个嘴角上扬的一个 我什么时候都是在笑的 我不可能有笑之外的其他表情 天哪 好可怕 对啊 你们再说一说 你们身上最容易给人留下 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一点 7号 男嘉宾 就我看你说你是那个自然卷 然后就是 也是俗成现在的就是西指汤 我平时的日常就是大不浪 我觉得跟我蛮配的 都说西指汤是渣男 对 但是我平时我日常大不浪 但是我不渣 刚好我也不渣 对 咱俩绝配 但是我有一点不好 就我觉得别人对我第一印象 就我觉得我脸特别大 我就听了这话我就心凉 我跟你说实话 我这看过去都差不多 所以应该不存在脸大 对 我教你一个安慰的 你说其他女生比你还大 送命我不要 11号 我平常的自然表情 像我有时候在想事或者发呆 或者一个人做的时候 我就会这样子 然后好多人就问我说 你为啥生气 或者就说你为什么那么高冷 然后我就也特别无语 其实我就是也没有 就是自然表情这样子 我上一次见到跟你一样 有自然表情的人是柏拉图的雕塑 所以你可能是个很有智慧的人 跟他聊天还挺困难的 你还得想一下柏拉图长什么样 我们的这些知识都来自于历史课本 像朱元璋长的一样 你去翻六册历史书里边 有很多人长得跟朱元璋一样 还有杜甫 对吧 历史书上对话的是一样的 刚才他提到一个词 一个叫好娶男 一个叫好嫁女 这话题我们很久没有讨论了 郑宇 你认为好娶男 要具备哪几个特点 生活的经济水平比较稳定和富裕 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能够讨好一大帮姜母娘 长得不要太丑 也不能特别帅 对 特别帅 没有安全感 然后对女朋友还比较疼爱 有这三点基本上就容易娶到老婆了 黄岚 你认为好嫁女 要具备哪几个条件 温柔 和孝顺 肯定要长得美一点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 长得太漂亮 娶回去没有安全感 对的 黄岚说的对的 就是不能难看 难看谁说得了 但是未来的婆婆觉得不能太美 就美得像狐狸精那样的 没有一个婆婆会喜欢的 这个我能总结一下 我以为她说这个我喜欢的 能带得出去也能带得回来 就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不是 你俩说的不是一个意思 带出去就是给别人看 带回来就是没被别人抢走 我们好久没有到观众席里边 有人来发言了 好 你们家是儿子还是女儿啊 女儿 那你认为什么样的男生 是属于好娶的那种男生 聪明 聪明 有才华 有才华 有善心 然后比较体贴 温柔的 这位大哥 我一看你就特别有气质 你们家的孩子是 我是一个女儿 女儿 我觉得这个姑爷她要能干 能干 对 我女儿要心疼 心疼的女儿 再来一条 她工作上她能够有能力 这句话的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收入还可以 那边有几个大姐 你们家的孩子是 我是一个儿子 你要找什么样的儿媳妇 标准说两条 首先要懂事 贤惠 然后还要有一定的修养 和工作能力 我也是个儿子 找儿媳妇 我觉得温柔 温柔 修养要好 听话 听话 就听你的话 要跟我处得好 要跟你处得好 你自己评价一下 你是不是个好相处的婆婆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好相处的 台上24个女生你看一下 就从长相上 比较符合你的心意的 你指一个我看看 我觉得7号 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 谢谢 就是这个脸大的这个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待会儿可以跟这个大姐加个微信 认识一下她儿子 你自己说一下 你爸妈认为你是属于好取男的特点 是因为什么 其实也差不多 第一点的话有赚钱的能力 有赚钱能力 是啊 律师都不穷 对啊 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的师傅 他做了30年的律师 他做了2000多个案子 如果每个案子平均收费2万块钱 或者3万块钱的话 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 这笔收入还可以 你确定你师傅愿意听到 你在节目上吗 是吗 万一他跟老婆不是这么说的 4号 我在想说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 是说如果每一个层次的男性 都往下一个层次选择女性 那所有男性都是好取男 然后所有女性 就是说硬条件来讲 他会趋向于 嫁比自己稍微高一个层次的男性 这样一说来 好像不存在什么 好娶男和好嫁女 这只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首先 可能在这个方面的话 男女不是很平等 因为文化上的确是有区别 然后第二的话 为什么父母都会觉得 我们是好娶或者好嫁 总结一下的话 就是迷之自信 大实话 刚才4号女嘉宾提到的这个话题 我们以前也讨论过 我不认为叫男女不平等 我认为这是一个性别的 一种差异的表现 他说的是男生在选择 另一半的时候 容易往下找一个台阶 女生找另一半的时候 容易往上找一个台阶 民间把这句话 有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我经常说的 男人再差 都要找比自己还差一点 女人再优秀 都还要找比自己更优秀 你说明什么呢 男人比较差的 说明男人不太有自信啊 而且我发现 不太有自信 这个表现可以贴到 90%的性格表现当中去 比如说一个男生 他不太敢跟女生交往 那个时候没有自信吗 对不对 他不停地换女朋友 你也可以认为 这是另一种不自信 来 选第二个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 爱心助农地图上 为中选区女生 挑选爱心展品 来看第二个女生是谁 1号 看第二条 我谈过三次恋爱 上大学的时候遇见一个姑娘 男女因误会而结合 因了解而分开 当时可能误会她 是个有意思的人吧 但是在一起之后呢 我发现我们彼此似乎 说不到一块去 我接不住她的梗 她听不懂我的话 比如有一盆花 我以为是玫瑰花 她说这个是月季 我查了一下 发现真的是月季 然后我就开玩笑说 这个渣花 欺骗了我这么多年的感情 她就会有点较真 你不能因为她是月季 就不喜欢她呀 业绩也很好呀 我当时有点懵 所以在一起两个月 就跟我提了分手 后来在我大三的时候 遇见了一个学位 大学里面好像有句话叫做 防火防盗防学长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她就能接住我所有的梗 就是有一点心有灵犀的感觉 后来她比较主动 会给我准备一些小惊喜 我们就在一起了 我们的感情特别好 约定好 毕业以后可以考虑结婚 她让我知道的爱情是什么 后来她决定出国 我觉得我们的爱情 应该可以经得起一些考验 包括时间和距离 但是时间和距离 终究会带走一切 我们还是分手了 这次恋爱分手以后 我非常难过 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慢慢走出来 我现在希望找一个善良可爱 带得出去 带得回来的女生 我感觉她对带得出去 带得回来这件事情 很在意 你这种表述容易让我产生一种想象 就是你曾经把有些女孩带出去 再也没有带回来过 那为什么不能说我把别人带回来了 你好优秀啊 我觉得有一点代沟啊 郑宇 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 比如说交往异性的时候 我们讲什么呢 要有共同语言 对吧 能聊到一块去 比如说我喜欢看电影 我们谈电影 我喜欢文学 我们谈文学 我喜欢篮球 我们就聊篮球 他们现在这代人喜欢有一个词 我的同事当中也这样分道 叫能不能接触我的梗 什么叫梗 我的理解就是我们要共同地 对当下网络的热门事情 和网络最近流行的那些词 对 要不然说一个词 哎 我不知道 你也不行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是 就是比如说 您刚才说德云社我就不知道 其实这样就蛮尴尬的 你已经第二次说不知道德云社了 我替德云社感到难过啊 我向你隆重介绍 你选择三号女嘉宾 她从国外回来 你说的中文她都不一定全听得懂 就不要谈什么梗不梗了 你的中文现在在进步是不是 我在背字典 我最近刚学的词是欲解饭 欲解饭 它是一种主食 欲解饭 还有其他的饭 白米饭 这个东西啊 它是有儿化音 饭 所以它不是饭 你不用跟我解释 你跟他解释 哦哦 12号 男嘉宾 我看您VCR您第一段感情 就是您的那个女朋友 对你太较真了 对不对 就是你想跟他说一个什么时候 他就完全不能顺着你的意思接下去 我以前也有个男朋友 就是我有一天刚学的一个土味情话 我说你今天怪怪的 其实下一句我就想说 怪好看的 结果我一说完 你今天怪怪的 他就为他怪怪这个事情 你跟我解释了很久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我最近真的 其实没有 没有 没有 只是工作太忙了 然后你完全跟他接不下去 就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这样子在一起 确实会挺没趣味的 是 我觉得在一起 有意思还是蛮重要的 接不住梗 我觉得还蛮难受的 就像鸡同鸭匠 对对对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感觉的女孩子呢 虽然我是90后吧 但是我可能像 对 我们都是上个世纪的 上个世纪生的 对吧 他是上个世纪的 我是上个世纪生的呀 那我们是同龄人的 我也有 幸会 幸会 刚才你们聊的这个话题 我表示认同 那我们能不能想象另外一种 你想象另外一种 你说的任何梗他都没听过 什么都接不上来 但是他有另外一个窗口 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他有另外一个世界 精彩无比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呢 那就要看 你是不是真的对他那个世界感兴趣 如果你没有那么感兴趣的话 就做个朋友好了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作为伴侣来说 你还是要对彼此的那个精神世界 非常感兴趣才有可能 1号 男嘉宾 你好 你脸上有点东西 喊我 什么东西 有点帅气 帅气 他这么一问我就知道下面有什么词 但是我脑子飞快地转 也转不到这个点是吧 知道就是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我很想看男嘉宾有没有接住这个梗 你傻了吧 我如果现学现卖的话 你可能得说你今天怪怪的 我就现学现卖 希望你不要讨厌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18号 我想先说一个接上刚才那个梗的话题 我有一个冷笑话 支撑我活了这么多年 我现在想讲给大家听 想让大家知道这个笑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好笑 能不能接到我的梗 就是说 于不是有七秒钟的记忆吗 然后于宝宝问于妈妈说 我们为什么只有七秒钟的记忆 于妈妈说 啥 于宝宝说 啥 你们能接上这个梗吗 如果我只有七秒钟记忆的话 我就每隔七秒钟说一次我爱你 这样子可以吧 我被你撩到了 我看一下 你是认真的吗 有 这一句有被撩到 有被撩到 但是已经晚了呀 我已经没有机会了 你这个倒霉冷笑话 下次早点说 灯灭完了 看看你选择两个女生 有没有留灯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先考考你 刚才1号讲了一个 你脸上有点东西 然后以你律师的逻辑思维 你认为它是真的在用这种 你们年轻人独有的话语方式 表达对你喜爱的一种暗示 还是仅仅是建立在 你玩的这个梗的文化基础上 秀了一下它的这个梗 你猜 我觉得是啊 OK 你的答案是 我不知道我在向那么年轻人学习 这样一句话都可以撩到人 我学到了 我以后我 对吧 虽然我没有机会 看大屏幕 恭喜你 漂亮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由港中蒸蛋糕听众的浪漫海岛吃鱼 港中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中蒸蛋糕好吃不上火了 我当时说你有点帅 我当时说你有点帅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过那个头黑情话 但是我还是想撩一下 一半是因为基于我对男嘉宾是有点好感的 一半也是说互相了解的一个过程 有没有怦然行动 有啊 我就愣了一下 我没有想到 哇 这么直接 也有点感动说实话 港中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我也相信 但是我不敢说话 因为我错的太多了 从正常逻辑上分析 在那个时刻 他说那个话 应该做这个理解 对 这个男嘉宾真的自信 不是自恋 他判断得很准确 律师嘛 从头到尾 手都搁在口袋里面这样子 很酷 当成了6000万的师傅教他的话 港中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 港中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本节目由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 百岁山特别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明月镜片合作播出 明月镜片全国销量领先品质放心 本节目由加加健康减减盐 加加减盐生抽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针对东方女性 草本护肤的片仔黄化妆品 赞助播出 皮肤黄用片仔黄化妆品 等要征婚相亲交易的朋友 可以通过去约会百合网 市集加油网或者现场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您也可以通过 广域远订婚单公众号 或前往全国各大连锁 药房终端报名 广域远订婚单 调经书役愿您好容颜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来 开始 这还好 个子很高 新来的 好 好 好 i get a fool around i just wanna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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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want me but i don't care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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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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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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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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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位进入观察室 15号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我是唯一一个 才走到台中 就被按了 那个蓝边心碎区的 我想说是男嘉宾不太喜欢上这样外形的人还是怎么样 其实并没有 我只是之前我找到跟你类型比较相似的女生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需要再了解一下是这样子 谢谢 7号 男嘉宾很感谢你把我选到那个心动区 就是我看你就是应该是比较喜欢小女生一点的类型吧 可能吧 主要是在性格上 可能会喜欢一些自信一点 然后温柔一点的女生 我就挺自信温柔的 好的 等一下我可以慢慢了解一下 好的 谢谢 看第一条片子 我叫不声鱼 现在从事心理咨询的工作 从事这个工作的原因 是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一些影响 让我想去了解自己 并且帮助一些跟我有类似经历的人 我可以通过观察别人的微表情 来判断处于什么样的情绪状态 有些患者会发现他一直在摆弄自己的刘海 整理自己的衣服 其实这种过多的自我关注 暴露了他其实是一个很自卑的一个人 而另一些患者他的眼神很冷漠 不想跟你聊天 可能是一种缺乏信任感的表现 这个技能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这样强大的共情能力 能让我更好地与他人成为朋友 但是另一方面也会让我自己感到更孤独 尽管自己掌握了这样的技能 但其实自己也并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与微表情 说到这一点的话 其实很好奇 江振宇老师在台上的表情一直都没有怎么变过 就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工作中我会有很多负能量 这个时候我会通过做饭来排挤 因为对我来说生活可以简直 但一定要精致 我会一向追求未健康检验的生活方式 所以在生活中我觉得我是一个挺有仪式感的 比如说我刮胡子一定要用刮胡刀来刮 另外我还喜欢收集一些炮灯 还有一些对我来说意义很重要的小物件 练就通常与内心的独安挂钩 所以我自己可能是一个很孤独 也缺乏安全感的人 对我来说 郑宇要不要跟他沟通一下 他说你在节目当中没有表情 你是说江振宇老师是扑克牌脸吗 因为我觉得其实 与其说是扑克牌脸 应该说江老师非常善于管理自己的微表情 就可以让自己的一些表情 不让别人不出一些含义 所以这一点很厉害 你看他手在那转 是一种情绪不安的表现吗 应该是在构思吧 就想要怎么回答 来 郑宇 坦诚讲 我们有很多话题 我们都是过来人 基本上听第一句 后面就大概都知道七七八八了 除了像那些土味情话 是真没听过 一旦你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这件事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所以就不会有什么夸张的情绪表现 我觉得江老师说得很好 因为他内心强大 所以他不需要管理那些微表情 他就已经做得非常镇定了 八号 男嘉宾 看你说心理咨询师 我特别想问一下 你会存在就是 因为你太了解一个人 你会没有兴趣再跟他接触下去 并不会这样子 因为我更多的是 关注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心理状态 那平时打交道的时候 我会更真诚地去了解一个人 其实无论是工作 还是平时交友 我都是从最零开始 所以不存在这种 就看到你 我就知道你什么样子 你就没有兴趣这种情况 好的 谢谢男嘉宾 三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其实对微表情还挺有兴趣的 因为很多人都说 能感觉到我很不自信 我不知道我从哪里传达出来的 因为我觉得把自己包装得很好 其实在心理局上 有一种说法叫做相由心声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那可能通过你的眼睛 我可以感受到你一些情绪的流露 这样的话可能会感知到 你内心的一些想法 大概是这样子 你刚才表现出来的确实有一点 一个是你自己讲 大家都说我有点不自信 就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的眼睛扫视了全场 其实你那个位置 底下观众你谁也看不见 但是你还是会下意识地去看一下 有没有人对我这句话有反应 这个就是需要别人来认证你的表达 其实每个人都有不自信的点 我们不可能永远是那么强大 完美有自信的人 但是我们当发现自己不自信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讨论的 好 来 选第一个女生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爱心著农地图上 为中选区女生挑选爱心产品 男嘉宾选的第一个女生是 8号 有请男嘉宾 本嘉宾由去约会视频相亲APP提供 大家好 我叫博春雨 我来自成都 今年24岁 6号 你好 男嘉宾 你说你挺孤单的对吗 是这样子 因为平时很少会去建立一些关系 因为太累了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做这个职业的话 你应该是很懂得察言观色 所以你刚刚说你没有什么朋友 其实我挺不相信的 真的 而且你长得还OK 腿又长 但你交朋友并不是看颜值 有时候心灵的交流更重要 那你在了解一个人的时候 你需要很多时间与精力 去了解一个人 那对我来说 就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 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都来上节目了 那你肯定是想找一个你喜欢的女生 并且有更好的发展 那你如果觉得这个太浪费时间了 你觉得事业更重要 其实女朋友没有那么重要的话 那是不是有点矛盾 就像你说的 我既然都来到这个节目 那我已经做出我的选择了 那我已经把我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已经空出来了 就这样子 好 谢谢 11号 男嘉宾你说你那个是心理咨询师 然后去咨询一些各种问题之类的是吗 是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有过抑郁 然后我很感谢就是那个医生 他给了我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人爱着我 然后这个世界也在爱着我 我觉得我对你们这个职业就非常崇拜 从此以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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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一定要拦下来 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医生是两个不同的职业 心理咨询师是一种民间职业 是不具备行医资格的 19号 男嘉宾 你好 您身上带着一股很安静的气质 但是我看您选的女孩子就比较活泼的 如果说你们在一起交往的同时 碰到一些她会带你去一些饭局 跟好朋友一起玩 您会比较排斥吗 A 不会啊 因为她的朋友对我来说也是相对独立的 我通过她认识她朋友的时候 可以接触不同的思想 这一点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就不管你是外向的人还是内向的人 我最看重的是你思想带给我的一些感受 这是最重要的 20号 男嘉宾 你好 都说心理咨询师是垃圾桶 那的确是一个非常孤单 需要解压的这样一个行业 然后我其实工作是在大岛夏威夷 开发一个荒野的野蛇旅游项目 所以我一个人在那边非常压抑非常孤独的时候 我就会在拼着买更便宜的拼多多上 然后跟朋友们一起拼着买 看看这性价比 所有压力都没有了 你说呢 来 选第二个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爱心著农地图上 为中选区女生挑选爱心产品 看第二个女生 11号 我第一段感情其实开始的很仓促 我只记得当时我经常被冷落 就在热恋气的时候完全不理你 我觉得不应该是恋爱的时候的样子 后来就是一个陌生女孩对我表示出了好感 然后我在这个陌生女孩这边感受到的那种感觉 比我在前前女友那边要感觉浓烈得多 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 她可能没有那么喜欢我 即使是能有这种人 于是心里慢慢种下一个想法 只要不会发现就可以了 和她分开之后 这个想法也一直没有改变 直到我遇见了下一个女朋友 她满足我所有对爱情的幻想 我觉得我可以心无旁骛地和她走下去 直到第三个月的时候 我内心又动摇了起来 我又开始接触其他女孩子 我知道这是错误的 但我当时依然选择那样子 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背叛她 后来我慢慢开始变得麻木 随之而来的就是两个三个 然后到后面完全全变成 戴着两个面具在生活 最终还是纸包不住 她还是发现我种种神经 那一刻我才知道 自己戴着面具生活太久了 所以我想摘一下曾经虚伪的面具 现在算是绕了很多弯路 然后又回到最初的起点盘 你为什么当时不选择 就觉得不合适 就分手好了 为什么要做伤害她的事情呢 击贵和家暴是一样的 只有零次和一万次 特别的没有安全感 拼多多《尊城勿扰》 马上回来 拼多多《尊城勿扰》 精彩继续 你为什么当时不选择 就觉得不合适 就分手好了 为什么要做伤害她的事情呢 击贵和家暴是一样的 只有零次和一万次 特别的没有安全感 好 来我们听听一号问题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即便她好与不好 我透过观察她 我会试着去理解她跟改变她 甚至是改变我自己 而不是靠着可能我跟我的对象有摩擦 然后因为别人对我好一点 我开始有比较的形态 我想要理解一下你现在 我在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在那个时候我是非常的热情 然后异性异异在上面 但是当时在你付出了很多 对方真的无动于衷的时候 我会怀疑自己这样做 到底值不值得 然后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所谓的诱惑也好还是怎么样 我在经历这么的事情之后 我自己反省了很多 也成长了很多 所以现在的观念 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 好 来我们听听9号的问题 你为什么当时会选择 一次又一次的这样背叛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还不知道真正的爱和喜欢 到底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责任与爱 我当时是不明白的 所以在这段感性分手之后 我知道真正的重要东西是什么 5号 男嘉宾 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你在出轨之后 然后被你的女朋友发现了 你有没有想过让他原谅你 肯定想过 因为 那我问你 如果你的女朋友出轨了 你会不会原谅他 我不会 因为我自己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你们两个就是各自出轨 然后你们还能各自在一起是吗 我曾经想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让对方太痛苦了 我已经做了太多的伤害他的事情 他没办法忘记那件事情 我也不愿意让他不开心 所以分手之后 我再也没有找过他 一句消息 一个电话我也没有打过 就算我很想他 我也不会再去打扰他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你做的这件事情 对他的伤害很大呀 我觉得这是渣男行为 等一会儿 你为什么做完这个动作之后 要捂着嘴笑一下呢 因为我觉得特别解气 当着他的面摁了这个灯 所以你们后面一轮的刘灯 是要有个机会去谴责他 是吗 对 因为我觉得这种行为 让我就觉得很唾弃 其实我们刚刚跟男嘉宾 反复在说那是我曾经 但我现在不一样了 那我们其实讨论的是 人可不可能真的改变自己 然后你们的观点是 你只要有一个这样的行为 你就是达到地牢了对吧 我觉得我们把一次 相亲交友的一个机会 变成了一个对曾经过去的一种 道德批判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面 也不是非常的理智 那刚才说到的 这个男嘉宾他反复地说 他对他的行为 他有忏悔有改变呢 至于他将来会不会改变自己 我自己我认为人心是可以改变的 我不认为一个家暴一次的人 他永远就会家暴下去 但是前提是他有没有意识到 他家暴的原因是什么 劈腿的原因是什么 对 其实这特别简单 你说家暴一次后面就会一万次 换一个彪悍的女人试试 打一次吃了亏以后再也不敢了 这就是他的处境 他相处的对象 两个人相处的模式来决定的 当你的诉求去追求他的有趣 他的关爱 两个人共同的这种爱好兴趣 长久的陪伴的时候 你自然就不会想去换 因为你没得换 你会发现身边周围那么多人 几百人里 只有这一个人最懂我 只有这一个人在我喝酒 哭了之后最心疼我 其他人没有这个 所以你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换 因为你找不到 我刚才你们在做这番讨论的时候 我一直在默默地听 作为一个主持人 我不赞成过去他的那个做法 也不觉得那样是好的 当然类似这样的情况 以往也出现过 你完全可以想象 在这个舞台上 把这样的一段不堪的经历 说出来 会导致什么后果 很容易啊迅速灭完 但是是什么让他选择 在这里把他说出来 而说出来之后 我很想看一看 场上24个女生 会做怎样的反应 5号你做这个态度 你完全有资格有权力 做刚才那种愤怒的 道艳 对不对 可以的 但是呢 我曾经做过很多年的新闻主播 我告诉自己 我在播新闻的时候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我的评数 电视机前一半以上的观众 也能做出这样的评论 别人还有什么理由听你说 当然这句话并不是追求 语不惊人 死不休 而是说我们的节目当中 能不能传递给收看 我们节目的人 更多有价值的 不同的声音和想法 看一看你选择两个女生 有没有留灯 灯面完了 你有没有想过说完了之后 万一有一个人 他就毅然决然给我留灯了 我想过 因为就像你刚刚跟老师说了一样 我帮这段不堪的经历 在拍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很害怕 因为是谁都会害怕 舆论对自己压你 对 在拍的时候 相当于重新回顾了这段经历 我发现了自己以前 没有看到的地方 那我就会变得更勇敢 也会更敢于去接纳 带给我的后果 我肯定想过 大家都没得到 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 我接受我自己 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 如果能遇到一个 能理解我的人 最好 如果小片里边的这些话 你自己跟自己 以及全国的观众 讲完了之后 其实迎来的是一个崭新的 善良的真诚的你 那就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其实每一个男嘉宾 来到《非诚勿扰》 都要拍那个我自己是谁 然后我要回顾那些情感经历 因为那些情感经历 给我们带来的 有些时候是伤痛的回忆 那你能够在过程中去演 去展示 其实在这儿说 其实是需要勇气的 所以当我们在敞开心灵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是会受伤的 因为你不知道别人 会对你怎么看 但是我觉得 像男嘉宾说得很好 我之所以愿意展现 其实那一刻 你就已经是勇敢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多给他们一些宽容 好 来 再见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观看《非诚勿扰》 观看更多幕后花絮 及精彩内容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你好 来 开始 好 来 看 你看到了 没问题 太过了 他有那么小呢 好多人都说我长得很小 好酷啊 准备进入观察局 男嘉宾你是不是特别喜欢 长得稍微偏高一点点的女生呀 因为感觉对面的 都是比较可爱的萝莉型的 我在后面可能看不太清身高 我可能就第一印象吧 刚才6号举手的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你自己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我是比较开朗阳光型的 那你是喜欢我们这种 可以说预解一点的吗 类型的吗 是 是比较有好感的 为什么说话有点紧张呢 我帮他回答一下吧 那个6号问他是什么型的 我脑子里头除了宝宝型 我想不到第二个词 难怪 难怪 看第一条片子 我是任泽鑫 来自北京 目前是一个软件测试工程师 我们研发制作的就是OA管理系统 也就是大家理解的打卡系统 虽然这种互联网管理模式 更有利于现代企业管理 但是人们总是不习惯被改变 和打破原有的计划 其实我自己也不习惯被打破计划 从小到大 我上什么学校 读什么专业 选择去哪个城市工作 都是计划好的 小的时候 我想学画画 做艺术类工作 但是父母坚持 学好数路画 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念 现在看来 最起码让我可以在喜欢的城市 过着向往的生活 刚来北京的时候 怀着满满的向往 我觉得北京是一个包容度很高的城市 一半是悠久的历史文化 一半是繁华的都市传奇 生活中 我是一个很怕孤独 且不能没有朋友的人 刚来北京的时候 养了七只猫陪伴着我 但是我觉得现在 我最需要的 还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女朋友 副点点 男嘉宾 你的规划全是你父母帮你安排的 所以你有反抗过吗 其实也不全是父母安排的 因为父母可能觉得 未来的路这样比较好走 我也是一个计划性比较强的人 我觉得我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然后是适合我父母这样安排的 所以我就也是很听话 好的 谢谢 10号 男嘉宾 其实我也是一个 被我母亲安排的人生 她觉着我个子高可以学模特 我12岁她就送我去成人模特了 我特别特别感谢我母亲 我觉得她给了我人生第二次的机会 如果当时你母亲把你送去篮球队呢 1号 男嘉宾 我们其实蛮多共同点的 我也住在北京 我小时候也是想学艺术 我想学油画 但是我父母没有反对 他们是把我坐下来说 其实王一轩 你画画不是很好看 要是放在家里的话 我们也不会挂上去 所以后来有这个打击了 我就没有再去学艺术了 我后来学了经济 我可以帮助他们 还可以自己创业 我感觉非常幸福 还有其实发现我画画真的不好 所以很感谢他们给我这个指导 画画是我从小学到了高中 我父母也很支持我画画 然后到后面是 因为我本身可能理科也是稍微比较好 父母我自己都觉得学好数学 就可能对我未来的路比较好走一点 所以男嘉宾选择得非常好 谢谢 来 选第一个年轻女生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爱心著农地图上 为中选区女生挑选爱心产品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 我就特别喜欢用一个词 来形容你对他的印象 刚才我说的 我看到他就是 除了宝宝 我想不到第二个词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宝宝选的是哪一个女生 看看这个宝宝选的是哪一个女生 1号 有请男嘉宾 这位是世纪佳缘交友网站 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任泽欣 今年24岁 来自北京 我一看到他 特别想问的话是 放暑假了 跑到这儿来写 我认为是放暑假 趁着有空 暑假我来相个亲 为什么选那个姐姐 因为你们都穿蓝衣服吗 因为他刚才说 跟我的经历比较相似 可能就比较有好感 谢谢男嘉宾 23号 我的父母也是从小把我的 就是都想安排好 但是我每一步都不按着他安排得走 按我爸给我设定的人生轨迹 我应该是考上一科大 毕业在他的中医馆里 然后学中医 然后到我这个年纪 我爸应该给我找人 已经嫁出去了 在他家附近 在他家附近 对 在我家家那个小区附近 你们刚才说到这个话题 我也想了一下我悲催的人生 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父母是根本不上心的 比如说我在放暑假的时候 我妈安排我去干什么呢 学画画 我告诉你 我现在画的画 跟外星人画出来的一样 她为什么让我去学画画呢 因为我妈在采访的时候 认识了少年工的一个老师 她们正好一个绘画班 你就去那吧 第二个暑假 让我去学吹小号 她不是因为我喜欢小号 也不是因为我喜欢乐器 而是她采访的时候 正好认识了省西校的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正好会吹小号 她又把我打发去学吹小号 你也不行吗 我一样都不行 我后来想想 她给我安排的所有的每一件事情 第一 不会问我有没有兴趣 第二 全是找一个地方 把我在暑假 你就打发到那儿去 这就是传说中的省新兴的女儿 对对对 你上那儿去 好了好了 不要问了 你去那儿 快去 行行行 不用问了你去那儿 好 打发出去就OK了 至于我喜欢不喜欢 将来怎样不重要 她把我安排出去就OK了 她上班去了 那我反而读出来 你妈妈给你安排的全是艺术类的 你觉得我有什么艺术气质吗 并没有啊 至少她对你有这方面的期待吗 当我看出她的期待了之后 我决定我不再跟艺术有任何关系 二十二 男嘉宾 刚看你VCR里面有一句话 我特别亲切 说学好书里画 左遍天下都不怕 这为什么呢 因为我姥姥 当年在我妈填大学志愿的时候 就强势逼我她必须要填花学 她的遗憾是她特别想学英语学习 然后结果没能成功 我母亲虽然她后来建议我 学金融方面的专业 我没有学 但是后来我也阴差阳错 做了金融方面的工作 我觉得我的父母的这个风格呢 是她给你工具 然后培养你的兴趣 最后让你自己做自己感兴趣的行业的选择 你觉得这种模式如何呢 我觉得我的父母和您的父母 其实差不多 他会看我愿不愿意 然后把这件事情 比如说学画画 他能带来你什么 然后或者不好的地方都说给你 然后让我来自己选择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不是被安排 我觉得选择是最重要的 孟老师是不是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你看看人家版嘛 9号 你今天有两把在那边 第三次到这儿 你要不要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非常感谢男嘉宾 对 我觉得你是有个有眼光的男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所有在场24位女生 好像只有我一个穿裤子的吧 你刚才她出来的时候 你有一句评价 我忘了怎么说的 你好酷 就是你穿的裤子 那意思我穿裙子 你应该是不会选我了 也不是 你走过来的那个气势 就给人感觉很酷 好 谢谢 谢谢 就是你在VCR里面 有讲到一个点 就是安排这个事情 我以前有个男朋友比较奇葩 我有个朋友说 我最近身体很不好 我想要去看医生 他说我认识那边的院长 我帮你安排排下队 反正坐下来 他就说我要帮你安排 安排什么东西 要有人说我最近比较缺钱 他会怎么安排呢 我帮你安排在我的下面工作 要多认识这样的人 但是有一个点 当你真正有事情 找到他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 我可能有点忙哦 他可能有点干嘛干嘛干嘛 就是在某个点上 我是特别讨厌这种 只是用嘴巴去行动的人 我觉得被安排 其实也要分两方面 一种是好的安排 一种是自己不喜欢的那种安排 我觉得我父母的安排 是父母提出了一个意见 但是我现在 其实还算蛮喜欢我的职业 也蛮喜欢我前24年 所经历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 我不是会特别喜欢安排别人的人 我喜欢被安排 我觉得那个作为父母 对孩子的学业也好 兴趣爱好也好 我觉得更多应该是因材施教 如果说你不管生的孩子 是什么样的 只要是我的孩子 我就告诉他说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爱都不怕 明明这个孩子也不喜欢数学 你要逼迫他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就不太可取 所以这跟父母的认知水平有关系 嗯 选第二个女生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爱心助农地图上 为中选区女生挑选爱心产品 第二个女生是谁 看大名 12号 看第二条片子 我有过两段情感经历 第一个女朋友刚认识的时候 我很喜欢她 用了各种我能想到的方法 去讨好她 追她 最终她被我打动了 选择接受我 在一起几个月后 她突然对我说 我已经尝试过很多次去喜欢你 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 对不起 我们分开了 我难过伤心 想知道为什么努力的付出 却没有结果 一年后 我渐渐走出这段感情 认识了第二个女友 她很爱我很黏人 她一直希望我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她 那时候刚步入社会的我 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 不得已 我选择了分开 又过了一年 集园巧合下 我又遇到了第一个女友 昔日的不甘和爱 又再次用上心头 我重新开始对她好 追求她 我们又在一起了 在一起一段时间后 她突然跟我说 这次我要出国学习了 很久了很久了 我们又分手了 后来我们断断续续的 联系了一段时间 你又还有机会 但是随着时间 我们渐行渐远 最后我们算是彻底的分开了 这次来我想找到一个积极阳光 对待事情我自己态度的女生 还有她最好不要比我胖 18号 我刚刚看你那个VCR说 你要找女朋友 就是一定要比你瘦是吧 你说你都那么瘦了 你要瘦到什么程度啊 而且我看台上这两位女嘉宾 我也没见得比你瘦啊 你这句话很得罪人知道吗 来来来 12号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反击一下 慢慢待会儿见啊 等会下台的啊 然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说 你要瘦的话 瘦到一个什么程度 比如说女孩子165 她大概是什么体重 就是你的理想程度 105以下吧 人家都说不过百 但是不过百的话 就太瘦了全是骨头 那要不你吃胖一点吧 我是吃不胖的 所以说 你胖的日子在后边 3号 男嘉宾 你跟你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 一般是 以什么样的相处的模式啊 就是 因为你说你比较热情嘛 然后 因为我平时也是 我谈恋爱的时候 也是比较热情的那种 我就想知道你是那种 喜欢被控制 你为什么说到喜欢被控制的时候 流露出了羞涩的表情 就我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词 就是 就是哪一点 哪一点 对 就是以什么样的相处模式 去跟你的女朋友在一起 就以前的话 我可能喜欢 就女生 就比较黏我 因为我觉得她可能管着我是爱我的一种表现 但是现在我觉得两个人其实舒服最重要 比如说周末在家里就是喝一杯红酒 然后看一部电影 看电影的时候可以互相去讨论一下电影的情节 我觉得这是最舒服的状态 我觉得现在舒服比较重要 这是一句歌词吗 一杯红酒配电影 她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对不对 不是 不是 也算了 也算了 不行 我觉得我这过不去 一定要你选一个 你跟女朋友相处的时候 是特别man的那种 特别阳刚 特别刚毅勇猛那种 还是属于那种很可爱 很Q弹 你的词也是在进步 对 我在学习年轻人的话语 就是可能我决定的事情 就我会比较man一点 但是如果就是一些其他生活中的小事的话 我会比较听话 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平时会跟女朋友撒娇吗 会吧 谢谢 你是喜欢这样还是不喜欢这样三号 我挺喜欢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现在发现 我觉得什么恋爱都挺有意思的 跟同一个人谈好几回恋爱 分了之后再谈 再分 再谈 失而复得 得而复失 太刺激了 你有没有发现 失去过一段时间之后 再在一起之后 和上一次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重新跟他在一起以后 他可能就开始比较喜欢我了 但之后分手是因为异国的关系 不能继续再走很久 就决定分手 8号 那嘉宾 你同一个女生来回谈了很多次恋爱 这个我表示很不能理解 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分手的原因 并不是说因为现实条件 而是因为思想上 情感上 确实是产生矛盾了 这个东西是无法化解的 最后你们还会又回来在一起 这个我就表示很不能理解 我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喜欢他比较多 我以前觉得被感动也是一种被爱 第二次以后他回来 其实我俩就是聊天什么的 或者朋友聚会 因为我们是同学 然后朋友聚会就会重新再接触 我就突然感觉到他突然在关心我 然后当时就给他告白了 我就想重新去跟他 能好好地再谈色恋爱 再可能不管结果 可能会以后会有些美好的回忆 那如果你们现在还有机会在一起 你还会选择在一起吗 我觉得现在不太会了 我想把感情中 不管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 都分存在自己心里 因为是过去了 其实那是一个学生时代 我觉得学生时代的感情 是很纯真很美好的 所以说我觉得就留下回忆就好 谢谢 谢谢 11号 男嘉宾就是恕我冒昧 就是我想送给你一句话 就是对待以后的感情 就是喝出去的水 我连盆都不要了 这个你们真的很难理解吗 她第一段的时候 她是个小男生 然后后来过了两年之后 她成长了 变得比如说有趣了 有事业了 那个女生又喜欢她了 这个很难理解吗 但是我觉得她老是想她前女友 或者初恋 老是想要跟她去和好 我就会觉得对我现任 特别没有安全感 而且我觉得当初能分开的感情 就已经回不去了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重新来过 把那份美好留在内心 你看她们又和好又在一起 还是分的结局 还不如留些美好 然后老了回忆 9号 其实我觉得对8号 还有11号的讲解 其实我有不一样的一个意见 我觉得人马来到这一回 对不对 我觉得挺难得的 人生就不要去留下遗憾 我觉得如果说你还喜欢 或者你觉得你心里面有这个结 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 去把这个结给解开 你重新遇见她 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重新在一起 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确实你觉得她不是你需要的人了 我觉得你这个时候要去果断 或者去选择分手 我觉得这样才是最中确的 我觉得那个人都是在变化的 人心是变化的 对 原来不喜欢 可能现在喜欢 现在喜欢 可能后来又不喜欢 对 我们能够做到的 就是跟自己的感受在一起 你喜欢的时候 不管以前发生什么 你还是可以再来一次 如果你不喜欢了 就真诚地跟她道别 我觉得没有一个公式可以寻 特别同意黄岚刚才说这个 人是那么复杂 生活是那么复杂 没有一种模式可以规划 把我们所有人放进去 我们一生应该怎么度过 哪一种情感模式就一定正确 黄岚说特别好 人是会变的 你会变 对方也会变 那有可能就变成了你喜欢的样子 就在那一刻 我们又能接受对方了 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而且话说回来了 这个宝宝刚才说 那第一个多大呀 那个时候 18岁 你看18岁 对 还是小朋友 那是她18岁的时候的感觉 她可能过到几天之后 她20多岁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种感受了 好 灯灯灭完了 看看这两个蓝衣服的姐姐 有没有给你留灯 谢谢 我一开始说 这两个蓝衣服的姐姐 有没有给你留灯 这两个蓝衣服的姐姐 有没有给你留灯 谢谢 我想问一下三号 刚才其实你对这个小兄弟弟 其实很感兴趣 他想说小兄弟 后来发现实在是不合适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 比较喜欢那种成熟一点 稳重一点的 但是我的室友 我一起住了一个女生 最近谈了一个小奶狗 我觉得就很幸福呀 最近还蛮羡慕的对不对 对 然后我觉得 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确实 我被劈腿拼了很多次 一般都是跟前任 什么怎么怎么样 就是纠缠不清 然后我就心里就是会比较 明白了 好 再见吧 对 我今天其实很感谢 这三位老师 尤其孟老师 孟老师真的很暖心 从一上台什么的 里面说的这些 其实在我以后的感情中 我觉得也是 其实挺受益匪浅的 3号和刚才的20号 你们共同在表示的时候 20号在灭灯的时候说 我有一个什么闺蜜 你说我有一个室友 你们都从闺蜜的情感经历当中 室友的情感经历当中 来找自己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生活都是自己的 说那种看到某个女明星 某个男演员离婚了 自己能在网上说 从此我不相信爱了 那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 想要征婚相亲交易的朋友 可以通过去约会百合网 市集加油网 或者现场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节目最后感谢拼多多 对本节目独家冠名 上拼多多 点击百亿补贴正品大牌 击穿底价 感谢港容珍太高特约播出 感谢广远订坤丹 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感谢水中贵族百岁山 感谢明月镜片 感谢家家检验生抽 感谢草本护肤的片仔黄化妆品 对本节目赞助播出 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 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你眼中最完美的男友 应该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这样的呀 毕竟遇到感觉那个对的人吗 嘉宾 我想给你唱首歌 谢谢 我给你介绍一下 全场24个女生 酒量最大的在你的左手边 你多大 我一点点 说实话 没有没有没有 我现在喝酒喝得少了 看见了男嘉宾 我就决定 一定要把借酒这些事情 延续下去 谢谢 哇 幸福 退后一步 是孤独 在纷纷扰扰之间 我冰凉了双目 早能与我相爱的人 一起到老 没人要我 为什么 难道看不到我是快宝 前后左右你们给我提名好 年轻都会老最新最重要 哦 然后 帮 supplies